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敏感族群外出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那么从今天卫视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天有一些南方水汽逐渐的往北移动到台湾的上空来 主要就是受到麦德姆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这个麦德姆台风虽然说它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它的路径其实是朝西往中南半岛的方向前进的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带来一些偏南的水汽 南方的暖湿水汽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预计在明天后天就是受到南方暖湿水汽跟东北风 符合的作用影响 在北海岸 东北角 宜兰花莲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阵雨 我们进步来看一下在明后两天 北海岸 东北角地区 特别是宜兰跟北花莲都会有比较显著的阵雨 明后两天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除了记得攜带雨局之外 花莲跟宜兰地区的观众朋友也要小心可能会有 短时间比较强一点降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水汽逐渐的减少了 但是整体来说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提醒您未来这几天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好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预计明天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凉一点点的配合 大台北地区有下雨 所以感觉是比较湿湿凉凉的 到礼拜五 礼拜六气温逐渐的回升 但是整体来说未来这一周 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凉的这种天气状况 中南部地区也是一样的 在清晨跟晚上比较凉 中午的时候回温 来到比较温暖舒适的天气形态 中午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左右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整个西班部地区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受到了今晚污染 再加上北地污染累积的影响 空气品质都是相当的差的 这样子空气品质比较差的状况 至少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 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空气品质在明天 仍然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不过天气状况相较之下 就比较稳定许多了 明天在西班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只有在大台北地区跟东部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阵雨 所以要特别提醒 大台北地区跟东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这几天外出 都是比较适量的感觉 要注意保暖 也要记得期待雨至 最后给大家一点点鼎跟建议了 目前这一波境外沙尘 现在已经南下移动到中南部地区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地的空气品质都是比较差的 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那北部预计现在空气品质 正在逐渐整好当中 但是未来这几天 清晨跟晚上仍然是比较低温的状况 要记得做保暖 那么另外在大台北地区跟东部地区 未来这几天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 出门要记得先